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冬哥 黄飞冬哥 今天一大早来到青麦移民池 给新道的家庭做24小时报道 看 现在移民池人多不多 满山满谷的人 想想我们刚来的时候 里面停车随便停 现在真的是到处都是排队 都是新来的外国人 还好 你看像今天做90天报道 人不多啊 过来就难做 但是你看那边做TM30的 复印的 故事都要排队 你看这里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啊 老外也要做啊 所以老外中国人都一样 只要是外国人在泰国就得做90天报道 做24小时报道 有很多人在吐槽这个吐槽那个 说各种政策不合理啊什么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 这些东西也不是今天一天两天了 你来泰国之前 你选择到泰国来之前 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来之前就应该想清楚 我们现在要拿拿拿拿拿拿拿小学步 我们把车子停在这里 好了 我们现在去完移民局 然后带他们过来 呃 今天到学校办手续 然后那个24小报道送到学校去 然后给他们做签证 因为他们是持旅游签入境的 在这里等一会儿 等老师出来接 孩子面试了两个学校 当时速度很快 就决定了 然后再到面试速度很快 就面试了兰娜和那个新加坡国际 反正两个学校都那个录取了 因为地铃嘛都录取了 最终学了兰娜 好了 现在来到学校办公室 现在正好是孩子上课时间 还是蛮安静的 好了 现在老师来了 带着孩子参观一下 这是第一次到学校 好 这边先领校服 看这是兰娜的校服 冬装 运动服 这是平时穿的小绿服 对吧 我们在这边一看孩子穿什么颜色的校服 就知道它是哪个学校 都在 现在这里是兰娜小学部 但是稍后他们中学部也会搬过来 就整个兰娜都并在一块 所以现在附近的房租也是水涨船高 因为我们家现在就离兰娜特别近 开车过来就两三分钟吧 特别特别的近 所以很多那种要换学校换到兰娜的家庭 到我们小区来问有没有房子租 这边就是学校的食堂 看一下兰娜的伙食如何 兰娜的环境也是感觉不错的 对话也挺好的 这里是他们小学的食堂 看一下菜 这就是这周期的食堂 每天看那个菜单 看看有点什么东西吃 鸡蛋 with这个什么sauce 这个gapau 这个是个派 但是是个猪肉派 沙拉 这个是什么 gapau炒的蔬菜 这是乌冬面 餐具 这里是自住沙拉区 这个跟IC姐的学校是一样的 好了 穿过食堂 现在来到了一个操场 看那边是early years 幼儿园 孩子现在过来是读药园 然后等到八月份开学了 就是也稳一年级 因为是阴制的嘛 所以相对于美制 还有国内的 是早一年进入小学 这里有一个孩子的水上小的游泳池吧 小的玩水的也不是游泳池 玩水池 看这个是幼儿园和一年级的 然后这个就是大孩子 可以游泳的一个地方 看这里我刚刚注意到有单价 然后旁边我还看到了AED 所以国际学校的那种救护的种还是配备的挺齐全的 其实我们国内的就是至少我知道上海的那个国际学校也是的 以前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会去国际学校给里面的老师做培训 就那种救护的 但是国内学校就稍微差一点了 就是那种国内的那种公立学校吧 实话实说 这种救护的是就差一点 看这二楼是一个体育馆 每天就在这里玩球 在这边孩子就是 那种运动量会特别的大 这种体育运动 踢球 游泳 篮球 羽毛球 各种各样 体育课 然后放学了 还可以自己去玩 还有那种EC 就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项目 这里 每天早上送孩子就在这边 这是幼儿园的 我只是指幼儿园的 就送到这 把孩子放下 放下孩子进去 然后车开走 然后满进幼儿园了 里面有小孩了 我们就不太容易拍了 你看 OFO 小房车 这里是教室 进去不太好拍了 有孩子了 这个是 这个是 每天几点干什么几点干什么 看一下 哇 现在好香啊 有咕咕的味道 吃饭时间 看小孩儿在吃饭 看小孩儿在吃饭 超长 这里是幼儿园 看这里是幼儿园区 这里就是各个教室 这是幼儿园的活动室 有些小的体育课会在这里上 挺好的 是不是想给IC姐转学了 这些学费好贵 看学校这里还养了两只小兔子 在幼儿园这里 看这里还有一颗菠萝蜜树 哇 结了好多菠萝蜜 大大的菠萝蜜 我看到 大不大 这个可以 过段时间可以在这吃了 那还是不错的 这是兰娜全球公民 这是兰娜毕业生 有点什么好学校 国王学院 英国那种油精 帝国学院 这是可以 中国浙大 浙大还有什么 其他不知道 香港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还有不是香港什么大学 理工 对 香港理工 这是可以的好学校 新加坡 NUS 好学校 还有什么呀 美国有什么 布克里 多伦多 都伦多 可以